好 台北市区在刚才发生了枪击命案 那么这个死者呢 就是魏征集团的董事长吴明达 他曾经买凶杀害青山公的主委 刚才呢他是在三温暖被埋伏 开了四枪重弹 结果呢还有两个人受伤 现在呢枪手已经主动带枪投案了 联系记者洪世晴 好 观众马上带来关心到这起枪击案 发生地点就在北市大同区之名的天龙三温暖 案发之后是已经被拉起了封锁线 警方见识小组也已经来到现场 根据了解当时候是魏征集团的董事长吴明达 他和他的司机正准备从天龙三温暖里头走出来的时候 就遭到了埋伏枪手来枪击 而枪手是一连开了四枪 根据现场援警指出这枪法是相当准 瞄准的就是吴明达以及他的司机的手 还有腿部的部分 随后吴明达的手部有受伤 并且他的司机也是腿部中弹 两人是双双被送医 而案发之后这名枪手是带着犯案枪械 主动的到分局来头案 他向警方指出是因为过去曾经和吴明达有一些纠纷 不过警方不排除这整起案件是买凶杀人 而且恐吓意味浓厚 根据了解吴明达他过去曾经卷入多起的枪击案 包含说大家最知道的就是他过去曾经买凶来杀害青山公的主委 而卷入了包含是洗钱案件也好 枪击案也好 最近他是都跑到新北市的淡水一带 警方也持续的在追踪他的行踪 不过这一回他又回到了大同区这边来洗三温暖 这五遭到枪手掌握到他的行踪 在齐龙埋伏之后连续开了四枪 其中两枪是击中了他的手还有司机的腿部 而目前警方是已经前往了他所就医的马街医院这边来进行介护 后需要来制作笔录厘清案情 以上是为你掌握到的最新状况